昨天云林县长苏志芬还有民进党立委率领民众到行政院门口抗议 那么农民还带着死掉的余祸在政院门口下跪 要求行政院长吴敦毅出面负责 实在是太神奇 云林县民众把疑似被台苏花六星大火污染而死的海产 往行政院里面砸 现场一片混乱 为让中央听到地方的声音 吉林县宣长苏志芬带着民众北上进入公平会 不过公平会一去脱钩处理 此后无法台苏花公安问题任何地方 苏志芬无需地表示台苏花大火所引发的污染 少了中央的邪妇恐怕无力回天 我们在每天面对这样的污染 263支烟囱 263支烟囱在我们每天冒烟在吹 丁丁丁丁表示在问题还没有理清之前 才说话六星可能被暂时停工 今天新闻的参全邮博智 陈冠宇台北报道